接着我们要看到对岸年轻人是如何为将来铺路的 很多人认为就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 就等于是替自己未来的就业拿到了一张保证书 不过对这些名校学生来说 说学习学校课业 透过不同管道增强自我实力更是必备的功课 在台湾可能有不少学生选择课后打工和社会提早接轨 但在中国大陆观念却不太一样 我们的采访团队走访北京 带您看看他们的学生是怎么在毕业前就先累积就业实力 小小的空间里挤满了求职者 即使校园生活还有半年多 但北京大学12月举办的这场征裁活动 早有许多准毕业生、摩拳擦掌抢定未来的好饭碗 在传统观念里 考进北大这样的名校几乎等同拿到就业保证书 但罗马终究不是一天造成 目前就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四年级的傅若兰 从小就是名列前茅的直优生 和其他北大同学一样 打从新生入学第一天开始 便透过各种校外实习与考察 逐步累积自己的就业实力 我去荷兰交流了半年 然后所以不仅仅是在这边接触留学生 我自己也在国外的环境学习过 所以一个很突出的感受是大陆的市场 就真的竞争最激烈的市场是全世界 中国大陆的就业市场大饼 大家都想分食 想要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上 为自己增添更多战力 傅若兰选修了双学位 除了国际关系还念了经济 稳扎稳打做足基本功 要让自己的专业领域相承 未来的空间更宽广 我当初去云南 云南考察他们边境贸易 还有翡翠产业 其实非常非常相关 像我们当时除了就了解 就是假实地了解他们 比如这个产业具体的 微观的事情之外 我们在实际报告中 就也与中美关系 有做联合 有做一个结合 根据北大校方 仅两年来的统计 一个北大学生 平均可以有六个职缺的选择权 找工作对他们来说 根本不成问题 然而这六个工作机会 却未必都是学生想要的 因此从新生入学 培训的第一天 学校就替学生建立 正确就业观念和职业生涯准备 系统化的协助 成了学生和求财单位之间 不可或缺的媒合平台 重点不是在帮他们找到工作 而是帮他们找到好工作 和找到好工作之后好好工作 那找到好工作就是说 这种人质匹配 真是让他们能够学以致用 好好工作就是说 有一个长期的这种职业发展 不光是说一个时点上的 这样一个工作 除了学校系统化的辅导 还有BBS专版和相关网站 替求职学生前桥搭线 让学生在毕业前就能找好工作 但在此之前 大陆学生专注学业 普遍不从事课后打工 加上大陆政府广设各类 勤工助学奖学金和贷款 不让任何一个学生 因为钱的问题辍学 也成为学生厚足实力 为起跑就先赢的重要关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